这个是鱼皮 对 胖鱼皮 当未能执鱼的卤肉灶 水烟流淌 盖上饱满的鲜蚵 再层层叠好葱花散酥 自古以来 人家都说红颜祸水 但在老派的华西街上 祸水是它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 你不能天天吃来会痛 会中风 你这样过上去 我妈看到又要骂我 我跑来吃了 完蛋了 我一下要被骂了 看着很油 很肥 但是吃起来不肥 不腻 这就是好吃的重点在这里 你几桌 二桌焢肉饭嘛 对不对 对啊 对对 要啦 有啊 刚刚有讲大概要 15到20分钟要 问题是几桌饭来的 好几桌都已经 没啦 因为都是按照 你们买单的顺序在这 对啊 好 现在给你 你上到我等我一下 大中午巅峰时段 傅伯瀚一边敢眼前点单 一边也等要耐下几点 来到安抚空气里的不安 三不五时若再遇上好日子 火锅碗盘喧闹催促交错 脾气不够好的 可是很容易发火 因为万华公庙比较多 所以可能这样子的活动 也会比较稍微多一点 然后华西街又是比较 著名的观光夜市嘛 所以可能也希望说 让民众们可以看得到 感受到不同的文化这样子 小时候更多 小时候更多 二桌这个早 好 还好浅台再忙再乱 转过身去 它依然有自己的节奏 肉灶用的是竹井肉 切成丁得要先炸过 逼出肥油 再来才是调味拌炒的时候 一定要先炸过 不然会太油 因为我们这个竹井肉 我们一次大概是买六十斤 那每一次炸出来 至少会炸出六公斤的油